生活製片幫他處理掉 訂編當什麼什麼全部都處理好了 其實沒有下次如果拍任何變沒有製片 幹我絕對不幹 真的真的沒辦法把戲拍好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沒有製片不可能的 別傻人是太辛苦了 你沒有製片代表你根本無法創作 你不是在創作喔 你在打人工欸 你根本在打鬧 因為你要處理的是 我光打開手機就 導演你在哪 導演你在哪 因為大家就是跟點聯繫播 因為有製片比較好的 你找這邊你不要問我誰不問製片 你怎麼不要吵 我只專注在他的表演 但是你沒有製片代表演 這個好啊你讓他看啊 掰掰 掰掰 哇你拉起來更熱喔 熱死喔 你要確定你的演員 可以啦可以啦 所以你是他的攝影師 對我是攝影 我要可以給你一張影片嗎 好啊 其實就是也都有在做 喔哇厲害太棒了 所以你就拍劇組的攝影 劇組也有 也有廣告也有 所以你還會幫到副導演 所以當時你們 你們有什麼設備啊 我 那個上面應該也有很多器材單 哪裡 其實我有網站啊 但這上面這個是Q 所以你也有租設備 這個是Youtube頻道 上面我的網站還在架 還在搞 但之後就是想說把它變成一個工作室這樣 比較好讓別人去租街 因為現在比較算是認識的 所以你的設備主要是用 設備 我都用Black Magic 6K 啊我燈比較多 6K那一台 你是用4K 我用4K我喜歡 Speed Booster 我還蠻喜歡 Speed Booster 因為我比較喜歡拍廣播 6K好像6K新的那一台有自動對焦對不對 啊都有自動對焦 但是都很爛 不能用啊 對啊 新的那一台比較強吧 我記得好像他有一台最新的 沒有沒有 Cinema 6K Cinema 對 就沒有Pocket 就是直接6K Cinema Camera 他這種對焦比較強 我看很多人把6K 拋售就是為了要換6K字 他是全片幅啦 他是全片幅啦 他是全片幅 所以大家可能會拋售 因為他跟6K Pro 價錢沒有差太多 但是就少了 比如NND 啊有人就想要ND 啊有人不想要ND NND太重要了吧 啊但是你也可以外景啊 你可以加MATBOX也可以啊 這也太重要了吧 這也太重要了吧 就看需求 但是其實我們用Sony的啊 我們主要是還是用Sony FX7嗎 沒有我用A7S3 A7S3 你可以開開看啊 所以你 經紀人幫你找是可以拍戲的 對 他是那個女 喔對 他說可以 那也不錯啊 那邊比較好啊 而且最起碼 聲音什麼 你會比較 你會比較好啦 相信我 我們昨天拍 我覺得 加油 正常拍片就是這樣啊 對